走在生命点时放生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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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六中盛盛 《六中盛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中盛盛 《六中盛盛》 《六中盛盛》 《六中盛盛盛 《六中盛盛盛盛》 《六中盛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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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缩小 那一般的情况下 肉体缩小 它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大部分是水 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水分慢慢干了以后 它会自然的会缩小 除了这个意外 比如说一米七一米八 搞的人 最后他的身体 整个身体缩小到一轴左右 一尺 这个又常见的事情了 这个不是撒谎 这是真实的情况 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怎么样去解释这个问题呢 上传佛教他自己的解释是什么 是因为这个人他没有死 然后他就在禅定的境界当中 那么他一辈子都是修禅定 那他活的时候修了禅定 他为什么不缩小呢 不一样的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人活着的时候 通过禅定可以把我们的这些念头 可以归零 但是这个神度 这个神度永远都达不到 这个死亡的时候的这个神度 因为死亡的时候呢 它是一种自然的 一种自然的规律 它把所有的念头都归零 彻底都归零了 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梯五 他们的梯五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这个我们人还没有死的时候的 修行跟这个两个是完全 神度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这时候的这个修行的力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比如说七天 二十一天当中 他人的身体可以是缩小的 游戏非常成功的 非常成功的 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有很多 尤其是尼玛巴的这个 这个传承的历史上有很多 肉体缩小 最后呢 最后没有没有保留任何的东西 人就是像水 在阳光下蒸发一样 人的整个的这个人的 这么大的身体 也就是变成光了 花光 这叫化光 就是就像棋 就像水 液体 可以蒸发 变成棋体一样 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这样子的身体 是它可以变成一种光 它变成一种光 在空中消失 这个我们不能认为 这是神话故事 这个不是神话 这个是我们一个 这是人的生气的 生气的生命的力量 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传奇的 生气的 非常生气的一个生命的力量 这是人类的生命的力量 人类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个不是上帝 造物主 万能神的力量 这是人的生命的力量 我们刚刚讲到 人的这个精神 回归了以后 它可以挖掘 它可以挖掘出潜在的 潜在的力量 潜在的力量 挖掘出潜在的力量 这潜在的力量 平时我们人活着的时候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杂念念头 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 有很多垃圾情绪 这些垃圾情绪 就被覆盖了 被覆盖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开发 没有办法挖掘 挖掘这个潜在的力量 死了以后 当这些垃圾情绪 消失了以后 它完全可以挖掘 人的生命的潜在的力量 潜在的力量 这挖掘出来了以后 这是人体可以编广的 其实这个我们 也不是很奇怪 比如说 也就是在阳光下 它可以蒸发 它可以变成气体 那我们的肉体 也是在这种生命的 这种力量 在强大的力量下 它可以是变成光 它可以光 光也是一种物质 但是它没有 显在我们的这种物质 它可以变成光 这叫做在藏传佛教里面 这叫做红光神 把整个一个人的身体 它变成了光 红光 这叫做红光神 它有一个专门的修法 这些在平时我们做不到的 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 这些就是在这个死亡的 这个阶段当中 它是完全是可以做的 完全可以做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子的记载 不但是有记载 而且这个方法 也讲得很清楚了 怎么样可以达到这样子的 怎么可以把 像液体蒸发成 变成气体一样 为什么把一个人的一个这样子的身体 血柔的身体 为什么可以变成一种光呢 这个远离是什么 本来这个物质 物质相互之间 比如说液体 它可以变成固体 然后固体 也可以变成液体 然后液体也可以变成气体 然后气体又可以变成液体 液体又可以变成固体 它这些物质 其实是可以在某种客观的条件下 它是可以这样子转换的 可以转换 然后我们的精神的这种强大的力量 力量下 然后把人的身体也可以转换为广 转换为一种广 然后这种广 这种广 到一定的时候 有需要的时候 又可以变成 又可以变成人的身体 就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人的身体 在我们的普通人的眼里 这就是跟我们的人一样的 没有其他的区别 但是它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有这样子的区别 这叫做红光 红光深 红光深 密法的 这是一种密法的一个比较高级别 高端的这个境界 高端的境界 这些都是人在死亡的状态当中 可以完成的 我们普通人认为非常恐怖的呀 大家都不愿意面临的 甚至是我们不愿意探讨的这个死亡 知道的人了解这个死亡的人 他不但是不恐惧 而且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做到这些 他可以完成 平时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完成的这些工作 这就是完全可以证明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死亡 根本就不是一个一无所有 或者是一切的结束 他根本不是 他只能说它是一种生命的 一种这个活动 这是一种特殊的活动 这就我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就像有一点 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 也它也有这种周期 比如说我们的宇宙 宇宙的源头是爆炸 爆炸以后 我想当宇宙爆炸之后的这个寄秒钟 寄秒钟的前分者 百分之一之间 这个中间科学家说这个里面是有一个 一段时间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 时空的概念都不存在 爆炸的这个爆炸以后的几秒钟的 一秒钟的 比如说百分之或者是千分之一之内的一个 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 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 然后呢立即把这些伪成粒子 慢慢地组成了以后呢 又变成了一个世界 那这个世界有可能是几百万年 几千万年或者是几百亿年 以后然后它又会 它又会爆炸 爆炸了以后呢 然后它又这些物质又会组成另外一个星球 另外一个星球 其实这些天梯都是有一个它的形成 然后它的这个生命 它最后消失 通过爆炸的方式也好 通过其他方式也好 又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走期 那我们的人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 人死亡的时候 人死亡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阿赖耶使 藏使 在一个非常短短短暂的时间 比如说一秒钟的万分之一 或者千分之一的端端的时间当中 这个 藏使 阿赖耶使 也会尖短的 也会尖短的 那么这个时候 阿赖耶使 它本来是最稳定的一个精神的层面 连这个都不存在了 那这个时候有什么东西存在呢 这时候 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存在 但是呢 因为它的修行不到位 所以就是一秒钟的千分之万分之一 之后呢 立即就会有产生 又会产生 这个阿赖耶使 然后阿赖耶使有了以后呢 它所有东西都恢复了 然后就 出现这个时机 这跟我们的这个大爆炸 宇宙大爆炸 如果是一个正确的 正确的这个 是一个正确的话 那么这个中间 他们讲的 这个跟我们佛经里面讲的 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佛经里面 佛教也经常讲 人的身体 它本来也就是一个宇宙 它也是一个小宇宙 小宇宙 外面是大宇宙 然后我们的身体 也是一种宇宙 在更深层次的宇宙 是我们的内心世界 它又是另外一个 独特的这个宇宙 人体宇 外在的宇宙 人体宇宙 今生世界的宇宙 这三个宇宙 相互之间 是有密切的关系 而且佛经里面还讲 外在的这个宇宙 外在的宇宙 它不仅是这三个宇宙 有联系 而且外在的宇宙 是我们的内在的 这个宇宙的翻射 广的透实 这三个都是有密切的关系 我想这个宇宙大爆炸的 这个 过程 和这个我们的 死亡的时候的这过程 非常的相似 非常相似 所以说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可以 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死亡绝对不是 这个生命的结束 这个是一个错误 这个是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通过科学的方法去研究 这个人死了以后的一些问题 科学是需要输举 人死了以后 所有可以测量的东西都 都 结束了我们一个人的身体 是五十天到六十天以后 所有人的这个 人身上的这些 除了骨骨 除了骨骨以外的东西 全部都是被这个 腐烂了 腐烂了 就归成土 归了成土 然后就是 除了这些东西 就归归了成土 归归了大自然 以后就结束了 就科学能够测量的这些物质 这样子结束了 然后除了这个意外 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测量的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没有办法研究死了以后 是什么样子 所以科学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办法给我们 就提供一个比较满意的这种答案 没有的 但是另外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自身的修炼 自身的修炼 另外一种方法 它可以告诉我们 它可以告诉我们 死亡它绝对不是最终的生命的终极 它不是生命的终极 它是一种生命的开始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前后两个生命当中的一个过渡的活动 是一个生命的过渡性的活动 在这个过渡当中 如果是一种修行人 那么就有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机会 是可以用的 在这个时候 它不但是 它不但是没有结束什么东西 而且它通过这种方法来 方法来提升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这个心灵 提升自己的心灵 提升自己的这个生命的级别 然后有一些藏传佛教的 有些藏传佛教的这些修行比较好的人 他们对这个死亡的惯离 还有一个叫做死亡的惯离 什么叫做死亡的惯离呢 比如说我死了以后 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 是我自己来安排 我来安排 这个叫做死亡的惯离 对死亡的惯离 他们在这方面 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他们对这个死亡真的是一个 他们是非常 他们的死亡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非常完美的过程 比如说 这是真人真事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他要死了 他知道 知道了以后 他知道了以后 他就会 他平时因为就穿皮袄等等的衣服 但是死的时候 他们一般都是不穿动物的皮袄 还衣服 然后洗澡 然后他把整个的 他在什么地方死 要等到几天 哪一天可以去动他的身体 在这个之前有怎么样 都是所有的这些安排 都是他自己安排 安排完了以后 他真的是 他自己所说的一样 完全是在这个事件当中 他真的是死了 这样子以后 这叫做死亡的 死亡的惯离 这个死亡的惯离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 有些人 我死了以后 卖在什么地方 这个土地要花多少钱 目的 这不是这样子的死亡的惯离 它是一个自己的生命的一种惯离 这惯离做得很漂亮的 这个这样子的故事 真人真实的故事 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完全是相信 死亡它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 这个死亡其实没有那么的空谱 不要以为 因为我们的眼光很短 我们只能看到眼前 其他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不在乎 看不到 为了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也不做任何的这个准备 然后我们就去说 这个是不存在 很多人呢 本来就是对死亡 有这种恐惧感 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去谈 不愿意去说 然后呢 不愿意去研究 有些人是不敢愿意 他不敢不敢 他不敢去谈讨 不敢去探索 但是实际上 死亡就是并不是那么恐怖的 所以这是不但是不恐怖 而且它是一种 一种 这个是一种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虽然 我们大家没有这么高的经节 我们没有这样子训练 但是呢 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呢 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几十年以后 我永远都不存在了 不是这样子 不要以为我整个人 就是会归到尘土 然后我就变成一大堆的垃圾 几十年以后 或者是十几年以后呢 我是一堆垃圾 而且是最麻烦 最不好处理的垃圾 不要这么认为 不是这样子 只能说我们的身体 它会变成垃圾 也是不好处理 最不好处理的垃圾 但是呢 我没有变成垃圾 我还是存在的 所以永远都有希望 生命在这个万事万无当中 最神奇的东西 最神奇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生命 生命的力量 是不可思议的 生命的力量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心灵 心灵的力量 远远超过了 物质的力量 远远超过了 物质的力量 然后呢 生命的力量 我们的生命的力量 远远超过了 远远超过了 我们的意识 心灵的力量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世界上 最不可思议的 最强大的力量 是生命 生命的力量 才是真正的 不可思议的 生命的力量 是最强大的力量 最不可思议的 所以可以这么说 早期的物理学当中 将能量守恒 还有就是物质不灭 等等的说法 实际上 真正的不灭的是什么呢 生命就是不灭的 我们的生命永远都不会 不会尖端 不会灰灭 从佛教的观点讲 每一个人最后都可以成佛的 那么成了佛以后呢 也就是把我的生命 把我的生命 就是推向到一个最高的境界 并不是生命结束了 这就是说有更好的生命 更完美的生命 我们普通人的生命 就变成了佛的生命 我们的意识就变成了佛的智慧 这就是把我们把生命推向 更好的境界 并不是生命结束了 所以生命的力量 是这个世界上 在宇宙当中最不可思议的 最奇妙的 最神奇的 是我们的生命 那么这个生命 它不会这么简单的 这么简单的结束 就是因为我们肉体结束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说生命结束了 其实肉体 跟生命 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肉体 它暂时的结束了 它结束了 它会回归大自然 但是生命 它有这个力量 它用它的生气的力量 会创造性的载体 就是性的身体 性的身体 生命它有这种力量 这十节当中 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找不到比生命 比人的生命 更神奇的东西 也找不到比人的生命 更有力量的东西 所以人的生命 是不会这么轻易的 简短的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 不要认为 就是 我就 人生苦短 吃喝玩了 我想干嘛就干嘛 无所谓了 反正就这么几十年以后 我就不存在了 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 人永远都会存在的 不过 只不过就是我们的生命的 存在的信实 不一样而已 生命的 存在的信实 不一样 但是更 我们有一点 有一点 值得害怕的是什么呢 以后的我们的生命的 存在的信实 我们以什么样的身份 摘出来 这个就是很不好说了 这是很难了 生命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忧 这个我的生命 是不是间短了 不存在了 不会的 存在的 但是存在的心实 存在的心实 我现在是一个人的身份来出现 人的身份来出现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 今天我们早上讲的 要看它的淫缘 淫和愿来决定 我们的生命 它就像一个水岛的种子一样 水岛 它的种子 然后张出来的永远都是水岛 这个种瓜 得瓜 中懂 得斗 这个是不变的真理 那生命也是这样子 我们的生命它永远存在 但是生命的心实 是有变化的 这个存在的心实有变化 这个变化 是以什么东西来决定 这个变化呢 那就是淫缘 淫缘 这个因缘我们可以自己创造 自己创造 创造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在我们的常识 这个粗存的地方 多存 多存一些正能量 多存一些正能量 尽量的这个回避 尽量的回避愿力 这些负能量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输入了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的这个正能量 以后 到时候 这些东西散发出来的时候呢 也是正能量 也是正面的东西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以后的这个存在的心事 存在的方式 也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也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这个正面的东西叫什么呢 人 天人 天人 从佛教的角度讲 菩萨 佛 等等的 那就这样子 那负能量 这个粗存太多了 以后 多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 像 东吾 还有我们看不见的 这个恶鬼 等等 因为我们 粗存的东西 都是邪恶的东西 输入的东西 都是邪恶的东西 那散发的东西 也是邪恶的 粗存了很多很多很多 邪恶的东西 散发出来的时候 都是非常正面的 这个永远都不可能的 在我们的世界里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永远都没有一个这样子东西 所以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 不需要担心 我不存在 我永远都是存在 但是我们 有必要担心 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是人 作为一个人 那么 同样的人 但是呢 我以后 是一个有钱人 还是一个贫穷的 等等 是一个健康的人 还是一个 不健康的 等等 这个是我们 值得考虑的 值得考虑 但是我们 没有必要去想 这个 我存不存在 这些是 这些是 这些是没有必要的 虽然是 现 虽然是母前的科学 没有办法给我们 提供一个数据 来说明 它的存在 或者不存在 但是呢 有另外一种方式 是完全可以证明的 那么我们在前面 讲了第一个 正确的人时死亡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然后第二 是死亡的过程 死亡的过程 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死亡的过程 到底人死了以后呢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过程 那人的死亡 他有三个过程 这是第一个 是昏迷的状态 第二个 是徐环的世界 徐环的世界 第三个呢 就是下一个生命的开始 下一个生命的开始 有这样子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 我们刚才提到过了 睡眠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三个阶段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在这个 禅定的修行 禅定的过程当中 也会出现这三个 三个状态 其中我们 第一个 昏迷的状态 人 从表面上看 他的呼吸 心跳 血液的这个循环 都听着 这是我们普通人 对这个死亡的定义 还有呢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像哈佛医学员 他们的定义 那就是脑的死亡 也好 那反正 人 死了以后呢 他第一个 要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第一个 就是昏迷的状态 昏迷的状态 那如果是没有训练 没有接受过这个死亡的训练 也就是说 没有修过这个中阴神 我们刚才提到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中阴的修法 没有学或者是没有修过这个中阴的修法 这种人来说 这仅仅是一个昏迷而已 这是一种昏迷 失去了所有的直觉 失去了所有的直觉 实际上 所有的这些念头 所有的念头 所有的这个精神的活动都归零 这是一个普通人来说 这是一个昏迷的状态 如果接受过这个训练 修过这个中阴的修法的这种人来说 那他不是一个昏迷的状态 他不是一个昏迷状态 他是非常的清醒 那是什么状态呢 这是一种餐丁的状态 进入餐丁的状态 在这个当中 这个昏迷的这个过程 第一个阶段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之前也介绍了 因为这个时候 他是自然的 把所有的这些念头 都彻底的归零了 这个时候 没有任何的这个东西 可以覆盖 本来的面目 就像我们空中万里 无云 就像禅宗里面讲的 万里无云 万里清 就是说 这个万里天空 都是一片蓝天 没有任何的无云 很清楚 很清晰 很清净 一样的 在这个时候 这个状态 它是一种餐丁的状态 所以 因为它是一个这么 非常清新的状态 是一个非常清新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境界当中 人的身体是可以缩小的 因为它有这么大 活着的时候 人的身体 没有办法这样缩小 因为这个时候 虽然是进入餐丁 虽然是看见了 体悟到了本来的面目 比如说禅宗 虽然是体悟到了本来的面目 但是呢 因为人是火的 因为是火人 所以这个精神的思维 一些稀奇 稀微的这个精神的活动 是没有停止 没有彻底的归零 所以这个时候的 这个精神的活动 它会影响 它会影响到这个 禅宾的这个清新 清新度 就是说不是很清新 虽然是体悟了 虽然是正悟了 但是不是很清新 不是很清新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人的 他的这个禅宾的力量 大不到 死亡的时候的这种力量 原因是这样 所以人火着的时候 他可以修禅宾 但是他的身体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缩小 原因就是这样子 他可以修禅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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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 这几年都采用筹建 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如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且 耶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特为病苦者起见49天药师法会 恭请会信法师祖法 日期7月20日农历6月3日起 至9月14日农历7月30日止圆满 时间每日上午10点半 逢星期三休息 联络电话 06271-6616-06271-6616 或06271-6612-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罗尔段345号 欢迎为一切有需要的毛海立牌位 欢迎十方大德一起为世界祈福 为一切有缘众生 消灾征服首 敬邀菩萨参与熏悉 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欢迎提早来电报名 佛教慈悲日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 尽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罗尔段34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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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深夜 又以天生殊生光明 遍朝圆中 乃至佛所 恭敬礼拜 山地一旁 一记百佛言 誦天生与人 何往得离 四里求幸福 清求最吉祥 世尊如世大言 不禁一只人 英语指着脚 曾经有的这 是为最奇象 七处是一处 往昔有的心 只剩余真大 是为最奇象 何往共秘境 言之主情节 言叹探月人心 是为最奇象 五世好平等 帮助终心卷 是为最奇象 心为无瑕疵 是为最奇象 心为无瑕疵 写心虚精致 可几乎饮酒 是为最奇象 美得见无瑕疵 是为最奇象 嗯 雇星于缠绕 知足并感恩 几世闻教法 是为罪吉祥 忍耐于顺踪 得见诸相门 世事闻信仰 是为罪吉祥 辞职今生过 领悟八正道 世政也盼放 是为罪吉祥 罢红不动心 无忧无忍 因尽无烦恼 是为罪吉祥 一字心痴着 无望而不舍 你借出的福 是为罪吉祥 就算我 不了 朱特 四 打 你借V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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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